争取连任的光复乡长林清水在今天也举行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县长徐正位、议长张俊等还有部落头目及地方大佬都前来站台 肯定了林清水他四年任内的积极努力 不分族群服务建设 而林清水也拜托大家让他能够势力连任 1号光复乡长候选人林清水竞选总部成立 原本阴云的天气突然放晴 竞选开跑旧有好兆头 在祥识县队鞭炮锣鼓声中 林清水与竞选团队步入会场加油动算声不断 地方大佬肯定支持 部落头目更是为林清水起伏力挺 现场气氛更加热烈 同样也要争取连任的花林县长参学人 许正位也到场立挺 肯定林清水积极服务建设地方 也肯托乡亲 县乡连县团结建设无缝接轨 刚才说乡公所的预算就只有两亿多 要铺农路 要做我们的蓄水池 要做我们的路坪水沟通 还有路灯 要付电背 每一盏电背 都是乡公所要付 所以在这里爱乡爱土 我们自己来把我们自己的乡镇 把它努力起来好不好 但是花莲县政府全力协助我们的光复乡公所 而光复乡出身的县议会议长张俊 以及县议员蔡一静也站台 为他披挂竞选彩带 并且也大力肯托光复乡亲民众 部落族人 共同支持认真负责的林清水 非常感谢乡长 任内四年为我们光复乡所做的努力 那拜托大家11月26号全力支持 1号林清水 林清水动算 林清水动算 1号1号1号动算动算动算 刚才我们的头目们也有提到 我们在这四年间 我们把我们的聚会所已经增设了 那我们也争取了我们风雨计划 目前也正在施工当中 特别的是我们在乡里面 我们有成立了11个的原住民的妇女班 那未来呢 我们也期望 我们跟我们林清水乡长 一起努力 一起当选 一起为光复乡付出 好不好 好 在光复乡深耕多年的乡长参选人林清水 秉持着服务 在光复乡深耕多年的乡长参选人林清水 秉持着服务 部分族群积极服务的理念 任内推动光复乡重大建设 产业经济的提升 文化附赠推动成果 大家有目共睹 这一次争取连任 乡长林清水肯托乡亲 团结一心 让光复乡更好更进步 然后来很多长官贵宾 我们很多相亲来跟我鼓舞 感觉很高兴 那四年 之前我今天跟我们相亲报告 四年的一些重要的作为 然后后四年要做的事情 我想光复乡在前四年 已经把很多的路都铺好了 然后很多大型的建设 有的完成 有的进行中 有的规划之中 大概会完成 然后后面当四年 我最重要是把我们的光复乡的产业文化 观光跟环境 我把它做好 让光复乡更适合一个居住的地方 大家很感谢这四年来 我们都不管村长也好 代表也好 预言也好 立法委员也好 通通共同努力 让光复乡有所进步 乡长参选人林清水竞选总部成立 现场也涌入大批支持者来乡挺 光复乡长选战 一对一选情激烈 乘着稳健来应战的林清水 希望乡亲民众能继续支持乡挺 大家共同为自己生活的光复乡 一起来努力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